台湾公共电视今年有两部节目入选2015世界公视大展Input 分别是在开幕单元中播放的自由人 以及在跨媒体场次压轴的剪刀石头布 导演王小弟以及公视计划部经理施月文 也到现场与来宾进行分享与专题研讨 配合2014台湾国际儿童影展的开幕片剪刀石头布 采取突破传统的创作模式 影片先由知名导演王小弟拍摄一段未完成的故事 然后透过各种线上管道交给全台湾的小朋友来完成结局 创新的做法获得了今年世界公视大展主办单位青睐 被选为跨媒体单元 与来自日本、芬兰和荷兰等国家的作品 一起作为发展跨媒体节目的范本 王小弟导演也与公视计划部经理石月文一同到日本东京 主持分享这部片的拍摄过程以及执行策略 可能因为整个的过程就是非常用心的去跟儿童互动 所以非常意外这部片子没有想到好像以为都结束了 可是一个接一个就是Input还有纽约 还有美国的精英电视就是还蛮受到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发现他的整个用心的过程 然后大家都有欣赏欣赏到原来小朋友写的Ending 比我好这么多 剪刀石头布邀请小朋友参与结局的制作 过程除了借助媒体网络的力量来做宣传之外 很大一部分是靠着第一线学校的老师协助 最后选出了七位小朋友的作品 结合成三种结局并在现场播放 引起各国媒体人的赞赏与关注 纷纷表示这样的设计和整个执行的策略 都很值得参考借进 也希望能够把片子带回自己的国家播映 韩宏观念是谢惠之日本东京采访报导